大家好 认识一个李大爷 他给我传授了一个养兰花的秘方 特别是在夏季 夏季养护兰花最容易出现的就是禁腐病 根腐病 因为联系的阴雨天气 高温 闷热 盆土的氏菌容易防殖 盆土的氏菌或者是病菌容易滋生 最终导致兰花的根腐和禁腐病的发生 李大爷这个方法非常有效 适合家庭使用 首先我们准备好一个花盆 套上一个塑料袋 每隔一个月浇水的时候 我们用浸盆的方法 浸盆之前这个水我们用二枚零 一对一千毫升的水 充分搅拌均匀之后 然后把兰花放下去浸泡 浸泡10分钟 这种二枚零是一种土壤中用的杀净剂 是内吸型低毒丸保 无臭味 适合家庭使用 对兰花的根腐黑腐 还有枯萎病 要很好的预防和治疗效果 能有效的遏制病炎真菌生长 直接杀死病菌 对土壤中的咬育菌影响很小 所以对土壤中的咬育微生物生态 不会产生影响 然后把兰花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咬育于水分的增疼 这样养护兰花不会担心出现根腐病 或者是净腐病 好了 喜欢养护兰花的花眼门 我们在下季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 好 再见 好 再见